大家好,我是你妈妈,喵哥 在直播上关于清洗节气门这个问题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朋友都在问 看来清洗节气门这个项目 在我们平时的维修保险里面 可能是做的比较普遍的一个项目 那今天喵哥先跟大家聊聊 我们到底要不要洗节气门 多少公里洗一次 什么情况下需要洗 给大家解解货 首先带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节气门 节气门就是装在我们这个汽车发动机 进气端的一个控制进气链的 这么一个金属制的一个阀门 通过这个阀门方板开住的大小 控制进入发动机参与揽烧的空气 这样的话进而控制发动机的这个揽烧状态 由于汽车在使用过程当中 各类油增器和杂质在流进这个节气门的时候 就会附着在节气门的管道壁和方板上面 这样的话久而久之 就会在那个地方形成这个油泥和这个油垢 油泥跟油垢吸附了空气中的灰尘混合在一起之后 时间长了 如果这个油泥比较多 比较厚重的话 这样的话就会影响节气门的这个开合角度 导致节气门的进气链发生变化 进而造成发动机这个狼烧不完全或者不充分 出现这个抖动或者加速无力的状态 那么多久需要清洗一次节气门呢 其实这个时间并不是固定的 有些车子可能用了很长时间也不需要清洗 但是有些车子呢 可能这个有这个三四万公里就需要清洗 跟你的用车环境 用车习惯 以及这个机油发动机的状态 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不论有多少的外在因素 清洗节气门呢 还是根据症状去决定的 其实这个东西呢 就给我们平时感冒是一个道理的 你问我多久吃吃感冒药 我也没法回答你 你不感冒一辈子都不用吃 对不对 你要是这个喉咙痛打喷嚏 感冒发烧了 那你就得吃感冒药 对不对 所以节气门它也是这样的 假如说你的车子没有加速无力的症状 也没有这个抖动的症状 那么节气门可以不用去管它 不用去清洗 因为现在的节气门呢 基本上都是电子节气门了 虽然说机碳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节气门的进行电 但是行车电脑同样会根据传感器 传回来的各种数据 去实时的调整节气门的开合角度 让它适应当前的状态 所以说车子没有异常抖动 没有加速无力的状态 可以不用考虑去清洗节气门 但是自己的车子呢 也跑了有四五万过年呢 也可以考虑去清洗节气门 只是说清洗的时候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点 因为呢经常有些维学师傅 为了偷懒 只洗进气前端 而没有把节气门拆下来 洗进气后端 而且呢本身这个大部分的车子 清洗节气门呢 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 大家不一定非得去试试试试 其实外面的这个维学保险店 他们也可以做 做的时候呢 只要师傅细心点 把节气门拆下来 把前端后端都给你洗干净 然后再装回去 数据匹配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相信通过喵哥的讲解 大家都清楚了 我们到底要不要清洗节气门 多久洗一次为好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跟你讲清楚了 讲得对你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给你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